市長可以幫我們講一下 就是接下來其實24號 其實您不要去發到韓國 那可能去聽的內容是什麼 那為什麼忽然宣布的登記臨時 9月24號禮拜天 我們會率團到安波首爾 去參加2023年世界城市高峰會 以及參與市長論壇 那我會在市長論壇發表演說 另外今年剛好也是台北市和首爾市 弟姐姐妹是55週年 所以也特別借這次公會 跟首爾市長會談 另外我們也會簽署合作備忘錄 那同時也會藉這一次公會的機會 跟參與的各城市首長進行相關的交流 目前我們也安排跟我們的姐妹市 也就是衛林問市的市長 會有一個早餐交流的會談 所以這一次我們其實就是參加這個 世界城市高峰會 然後跟我們55年姐妹市的首爾市長會談 那現在有這個議員覺得就是說 怎麼到現在都沒有公佈 然後他們覺得是很想做 我們其實在7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對外公佈 當時就是說我們接下來 除了去新加坡參訪 以及9月份我們會到市首爾 參加世界城市高峰會 所以議員覺得說希望可以隨團 也希望可以監督 但是市府這邊沒有正式發出相關的規劃 其實我們很早就有說會有這個行程 另外我們相關的議程 主辦單位也都有公佈 所以這一次就是參加會議 那主辦單位他當然對於會議的 不管是管制度也都相當的嚴格 所以我們這一次去最主要就是 參加城市峰會另外在市場論壇發表人數 所以當時有把這個議程也提供給議員嗎 其實這個議程都是公開 主辦單位也都有公佈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是 禮拜前去 然後禮拜一參加會議 禮拜二中午就回來 這一次很高興有機會能夠 率領我們台北市政府 還有議員朋友們組成的代表團 到上海參加雙城論壇 那這一次我們的雙城論壇 圓滿順利要非常感謝大家的協助 幫忙所以我們也獲得了實質的成果 那整個行程的安排也非常的充實 第一天我們一下飛機就接連參訪兩個行程 包括了陽山深水港 我們看到了非常大吞吐量的港口 而且全智慧化和自動化 也讓我們台北市未來在各個政策推動 朝智慧化的方向前進 可以很多值得接近的地方 接下來我們到了上海老港生態基地 我們看到了一座原本是垃圾掩埋場 化腐朽為神奇 改造成一座生態基地 也想到在台北市 我們新市府上任之後一直朝向 近零碳排生態永續的目標前進 而過去我們也有這樣的例子 在南港過去山豬窟也是一座掩埋場 後來我們轉型成為山水綠生態園區 現在我們更把它打造成一座創能 儲能節能的示範場域 所以看得出來上海跟台北有非常多相似之處 我們也共同面臨同樣許多的挑戰 包括這一次我跟上海市公市長 在聊天的時候 他也談到上海市現在 也面臨非常嚴重的高齡化狀況 台北是同樣的 我們現在65歲以上長子的比例 也已經超過20% 同樣的我們也都有相關的政策 比如對於老舊公寓夾裝電梯 對於長輩居住的環境給予簡單修繕 防滑電或是扶手等等 所以我想接下來 我們也希望能夠持續在市政上面 彼此的交流相互借鏡 學習也希望 我們行之有年的雙城論壇 從2013年開始 而今年我們是第十四屆 能夠把過去所打下的基礎 所共同簽署的45項備忘錄 能夠持續的深化 尤其在過去三年 疫情期間都是線上舉行 而今年終於恢復實體舉辦 能夠持續的讓台北和上海兩座城市 能夠有更深入市政的合作 而這一次的雙城論壇 更重要 希望傳達的意義 是希望能夠透過兩座城市 是對話溝通 務實地面對很多市政問題 而促進更多實質的合作 而能夠符合民眾的期待 都是希望兩岸能夠和平穩定繁榮 在這邊我要再一次謝謝所有協助 讓這一次雙城論壇 能夠順利圓滿的朋友 包括我們市府同仁 以及市議會 包括代議長 葉副議長 以及所有參與的議員朋友 另外當然也謝謝我們上海市府 這一次安排以及相關的接待 我們都非常滿意 而且收穫滿滿 非常的充實 那當然我想接下來 我們也希望把這一次雙城論壇實施的成果 馬上能夠在接下來台北市市場推動 能夠參考 能夠借進 另外明天開始一早八點半 我就會到一面中心EOC 親自主持房台的整備工作 也會再一次邀集客局處 來了解現在整備的進度 以及跨局處面對接下來台風 我們目前了解 在週六週日可能影響台北最大 所以再一次的謝謝大家 以及各位辛苦的媒體朋友 這麼晚了還到松山機場來 各位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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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有幫自己打幾分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 謝謝 可惜嗎 副委會在24號立行記者會的時候 是提醒台灣民眾到大陸的禁忌 那麼是把呼籲不要去探索 大陸青年失業率擺在第一個 您對此有何評論 今天早上我剛好有機會 跟許多在上海這邊工作創業長期生活的 兩位年輕朋友見面一起騎單車 而且共進早餐也很深入的聽取 這些年輕朋友他們在上海目前生活的狀況 其中有小學就來到上海 有大學畢業之後來到上海目前第八年 也有在上海成家立業的 從一開始創業到現在有小家庭 我覺得聽到他們反映很多 在上海這邊他們覺得有很多的機會 而且他們也做了很多台灣跟上海年輕朋友交流的活動 包括電競、音樂 另外還有一位我在政大的學妹 她過去在上海開了樂指會所 然後現在從事智慧醫療 我看到了他們在各個領域 靠著自己的努力打拼 然後都有很好的這樣的結果 另外還有一個年輕男生 他做關於動漫、周邊商品 然後現在非常有成績 也準備要上市 我說下一次有機會 我們台北的國際動漫節 邀請他來分享一些經驗 我覺得這些就是很實際 聽到年輕朋友 特別從台灣過來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在上海這邊 從過去到最近經過了疫情 以及疫情之後整個經濟狀況 他們都有告訴我現在各種的情形 我想接下來我們也很希望 借用他們這樣的經驗 以及未來他們到台北 也可以分享他們在這邊創業的過程 我希望有更多的交流以及合作 首先我要向許博簡直致意 你們並沒有做錯 但是卻被無端受到波及 還是很不好意思 其實不論什麼顏色 我們對於動物保護 以及生命教育等等這些議題 都是一起關心的 所以很希望我們一起努力 包括我們對於保育員待遇的問題 對於台北市立動物園 文票收費的議題 大家都可以好好溝通 來理性的討論 所以我想任何事情 的議題的討論 可能會有不同的立場 但一定要秉持事實就是論事 許博簡直加油 那另外下 也想要請教說今天有個機會 來見到國台辦主任宋超 如果真的見到了 有絕對目光被帶您的規格被拉高了嗎 宋超 我們一開始就沒有這樣的規劃 所以這一次我們來 就純粹是以市政交流為主 雙城論壇本來就是行之有年 從2010年開始 我們所簽的備忘錄 都是市政方面包括體育 教育文化觀光等等 那這一次三天的行程 也要跟各位媒體朋友很不好意思 因為行程真的很緊湊 我們幾乎到每一個參訪點 媒體朋友也都跟著 要進行拍攝採訪 非常辛苦 所以也跟媒體朋友說一聲 謝謝大家辛苦 謝謝大家 謝謝ا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ЕН